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树呢,就是台中青 台中青呢,它是属于西树科的长绿大乔木 它的枝干呢,十分的强壮,可是却常常分支 像我们现在也学看到这一棵,它其实是一棵树 可是你看,肌部的时候就已经分裂成像这样,两边 常常会有人误论它为两棵树 好,我们现在来看看它的叶子 首先呢,它的叶子是护生叶,什么叫做护生呢? 护生就是叶子,它的生长的时候,会交互相长 然后我们现在看叶表,十分的浓绿油亮 背面呢,却是有一点灰灰白白,脏脏的感觉 而它是属于脾针型的叶子,这样就叫脾针型 它的肌部呢,也是这样呈现锐型的,它是属于格子叶 好,我们现在来讲台中青,台中青呢 我们一般讲台中青,可能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 可是如果讲彩虹果,相信就有人听过它的大名了 为什么叫彩虹果呢?一切就是因为它的果实 它的果实呢,在成熟的各个阶段都会呈现不同的颜色 像一开始长出来的时候,它是绿色的 后来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它会变成黄色 红色,最后会变成黑紫色 而它的果实呢,常常被原住民拿来动作它的黑色染料 可是,我们知道台中青,它是奇数科的 奇数科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就是它的乳汁 它是有毒的,像我们有些人如果皮肤手接触到它的话 就有红肿痒的情况产生,所以你要十分的注意 另外呢,它的物材也常常被我们拿来当中做 制作一些小器具的物材是十分不错的 然后另外呢,台中青,它因为它抗寒,抗热 然后又耐炎耐风,常常被拿来种植在一些像工业区啦 那些空气困难不要严重的地方,当成绿米化的树种 同时,因为它树形优美,绿郁长苍,常常被建设任务 选来当作行道树 所以这棵树呢,不管在生态地外 或是在传统上,都会有一个十分不错的效果 谢谢大家